这个满面笑容的开朗女孩就是邓红彦 15年前一场车祸 使年仅7岁的红彦永远失去了双腿 在家人的细心呵护下 小红彦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当身体的伤痛少有好转时 和正常孩子一样上学 成了红彦最强烈的愿望 我哥比我大四岁 当时就是上学以后 他回来以后 我就经常看他的书 跟他缠着他写字 让他教我 特别就是喜欢上学 看到孩子的情况也不想说 孩子做不做 我们跟点小领导说 我们这个事情学校也别管 我们大人陪着 我们写世界一段事情 那么可以 我们就在上十二一个月了 结果孩子能做做 反正我说还是可以 咱们守下 就这样 小红彦终于坐在了 渴望已久的教室里 而从家到学校的路上 红彦在父母的背上 整整度过了十四个年头 在父母坚韧不屈的极背上 在老师同学的关爱下 邓红彦顺利地完成了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所有学业 尽管失去双腿 无法自由行走 但这并没有妨碍 红彦对生命的热爱 对未来的追求 从上学开始 红彦每天都会用画笔 记录她眼中的五彩世界 当时就挺想放弃的 因为实在太累了 别人可能画画中间累了 可以站起来去休息 什么的 可是我每天就得坐在那 是非常累 不过想到爸爸妈妈 把所有心血都放在我身上 我想还是要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 7月28日 一封来自江南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让红彦全家欣喜万分 不过与之相伴的担忧 也随之而来 毕竟长这么大 红彦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 倔强的红彦 开始了向命运的又一次挑战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她每天练习 用双手撑着地面行走 自己梳头洗脸洗衣服 做简单的饭菜 红彦说 她要在开学之前抓紧时间 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 以应对未来的人生道路 我要长大的 爸爸妈妈会老 他们不可能一辈子陪着我 以后的日子还需要我自己去面对 不过我有信心 自己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迎接自己的挑战 在这期节目播出之前 我们了解到邓红彦的已经远赴无锡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在这里我们要祝愿这个坚强的女孩 笑对人生永远快乐